立刻调动经理所有人马 全力搜索花琉璃下落 是 快啊 是你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找我的话 明日再来找我吧 毕竟我今日还在当职呢 不是 当职怎么了 当职就可以欺负人吗 我娘让我去买什么 血苏山 结果刚去就闭店了 说 是不是你特意吩咐的 姐姐 那你肯定是误会我了 我们无缘无故的怎么可能闭店嘛 那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够了 我们是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客人的 要不然这样 你现在随我回去 我让他们特别给你做一份 走走走 不行 今天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 你现在连一个屋子都不愿意 跟我待在一起了 这屋子有问题 快屏住呼吸 想杀我直接冻水几口 用泥药 看来另有所毒 加密这汗货爱手爱脚的 将其救济吧 这小肥羊肉还真多呀 怎么有两个人 哪个是花琉璃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花琉璃 时间紧迫 算了吧 都带走 看出外面 别让人进来 是 还有你们两个 看出屋里那两个 好 从马车上的时间算来 应该出于京有一段距离了 我一个人走道也不难了 但要保证小肥羊的安全 就要另找机会了 你看 你看 哪个不长眼的 干绑粉大小姐 看我把你大学八块 松开 就你 别白费功夫 你 你也该醒了 这是哪里呀 这是怎么了 你别动 给人绑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谁呀 干嘛绑我们呀 你是不是要钱 我跟你说我娘 你们谁是花琉璃 你们要抓花琉璃 他是花琉璃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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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花琉璃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真是他 你 怎么这样啊 好吧 既然你说我是 那我便是吧 真是他 姐姐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 花仙主 不 这位小姐是无辜的 你们放他走吧 看来 你才是花琉璃 真是他 你这个人面树心 两面三道的女人 你这么会演戏 你怎么不去做戏子啊 真气死我了 不是 你给我松开 我真的不是花琉璃 说的是他了 再也又砍断你的腿 不说一会儿两个一起杀了 看来他们现在并不想动手 徐章收拾吧 一会儿再收拾你们 一会儿再收拾你们 除了他们两个 应该还有其他人 嘘 别发出声音 你这个黑了心的女人 你故意吐我下水 你还想让刺客把我认成你 你动动脑子 他们要找的人是我 一旦确认了我的身份 他们还能留着你啊 等待你的只有一个结果 杀 杀人灭狗 你还算聪明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琢磨不透 这样我们才能暂时安全 也许还有获救的机会呢 那你说怎么办 先睡会儿吧 你 你别睡啊 花琳琳 你离我近点儿 我有一点害怕 这有什么好怕的 胆小鬼 来 太子殿下 你不能进啊 我家小姐失踪了 不行我家小姐失踪了 加冕郡主也一起失踪了 太子殿下 这 这是我家郡主的手镯 殿下 这应该是种比较罕见的密啊 西北殿下 容紧方位三里地 还发现了不明血迹 你们先回去 姑会尽力 寻找县主和郡主 我家小姐说过 别看太子殿下 在外生人不济 实则罪是可看 殿下 只能拜托您了 是 小夕小班 在 进灵院 是 是 殿下 立刻调动京里所有人马 全力搜索花琉璃下落 是 快啊 殿下 稍安勿躁 我知道花献主身份重要 代表着花家的态度 和朝堂的制衡 来自边疆的局势 但此前几番遇刺 却都安然无恙 她绝非表面那般弱弱 说不定有自保之力 可她家侍女都来求助于姑了 殿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探查 但不必如此兴师动众 你还记得 一开始让她回京 不就是让她搅动风云 引出制造当年 与金破那场战争的 妖妃鱼党 现在 就是最好的机会 您真的要放弃吗 可谁 谁又能保证她 这次不会有危险 我们耗费无数人力物力 才苦心编制成 这张遍布全城的暗网 如果现在动用 说不定 这次全都暴露 为了花琉璃 真的值得吗 此前怀疑花家忠心 一而再再而三地 反复试探 可是如今 我十分后悔